我认为苍鱼最鲜嫩的做法就是葱油了 苍鱼两面改上花刀 水开上锅大火蒸5分钟 葱姜蒜爆出香味 浇入一碗生抽 半碗清水 少许白糖 做一个白灼汁 倒掉蒸鱼的汤汁 撒葱花焦热油 淋入调制好的白灼汁 这样做的苍鱼鲜嫩可口 喜欢吃鱼的赶紧做起来吧 锅中不要放油 下午花肉两面煎出油脂 这是肥油不腻的关键 放几个干辣椒 葱姜 一包这样的红烧料 其他调味都不用放 一瓶啤酒 软化肉质 一碗清水 没过食材 两个公鸡蛋 扣干焖煮4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红烧肉软烂入味 肥油不腻 你能吃几碗大米饭呢 大虾不要总是白灼了 这样做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五元两斤的大虾 剪掉虾头去掉虾馅 在我背上开一刀 方便入味 锅中油热倒入大虾 炒熟盛出备用 另起锅 蒜末小米辣炒出香味 倒入大虾 加盐 鸡精 生抽 蚝油调味 葱段增香 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大虾 蒜香浓郁 好吃到舔盘子 我告诉你 这样做的葱油鸡 比龙肉还好吃 给鸡肉表面撒点盐 然后放上姜片 水开上锅 大火蒸20分钟 然后沙姜红葱头 浇上热油 两勺生抽 半勺芝麻油 淋在鸡肉上 就可以开吃了 好吃到汤汁都不剩的 酸汤肥牛 其实自己在家做 一点也不难的 首先 水开下肥牛 焯好水捞起 油热将蒜末炒香 加入适量清水 调味呢 只需要一包酸汤料 其他调味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一点喜欢吃的蔬菜 然后倒入肥牛 放蒜末青红椒 和一些新鲜的柠檬 热油这么一泼 你看 是不是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吃这个柴芯啊 还是要攒上 我们家这个柴和芙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免疫的很好 很多人喜欢吃白切鸡 但是酱料不知道怎么调 今天10秒钟教会你两种做法 准备适量的半只鸡 铺上姜片 水开上锅 蒸20分钟 这个时间来做两个酱料 沙姜红葱头 浇热油 一勺生抽 少许芝麻油 做个沙姜葱油汁 姜末葱花 浇上热油 一勺盐 半勺糖 做个姜蓉汁 蒸好的鸡肉切成块 蘸着酱料吃就可以了 这几天我们农村的菜太去搂拢 这种菜太就要赞充富汗姜面吃 因为它旧富富辣椒面 有香有呢 不行的话高点可以试一下 锅中不要放油 下午花肉两面煎出油脂 这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放上葱姜 几个干辣椒 一包这样的红烧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一瓶啤酒 软化肉质 一碗清水 没过食材 两个公鸡蛋 扣干焖煮4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红烧肉 软烂入味 肥而不腻 你能吃几碗大米饭呢 吃饭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腌黄瓜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去好男的黄瓜 加盐 颜值半小时 杀出水分 我觉得喜欢的两个人在一起 即使是青州配黄瓜 也能吃得有滋有味 这个配方是双甜口的 不喜欢吃的 也不用加白糖 可以用来早上喝粥 中午吃饭 晚上配酒的腌黄瓜 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盐须根根 配上豆豉可可 这个味道 就像是杠上花 翻满乌骨鸡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年份的餐桌上 肯定少不了这道白酌虾 这道菜孕育着红红火火 锅中倒入9.9斤的大虾 放姜葱料酒 开大火煮5分钟 这个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 张到嘴巴看一看 一滴水都不用放 准备姜蒜末 葱花 用热油翘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酌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酱油 用它做清蒸鱼 白酌菜心 味道都很不错 过年的时候 这道白酌虾肯定是餐桌上最先抢光的那一盘 这是七期前 不喜欢吃辣的 可以少翻点小米辣 趁着焖米饭的时间 我们来做一块甜品 熬糖的时候要注意 微黄冒大气泡的时候 倒入小苏打 等到把苏打搅匀了 就可以直接倒出来了 冷却后 就会像我这样酥脆 可以直接嚼着吃 也可以用来泡牛奶 肥牛里面夹杂的清蒸菇 口感更丰富 而且超下饭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 网上煮片给你吃哦 最近大家是不是囤了很多泡面呢 新网吃的是这个 看水服藤椒牛肉面 一勺韩式辣酱炒出红油 等水沸腾了 加入面饼和调料 最关键的就是灵魂藤椒油包 在中间打个蛋 焖上五分钟 期间也不要闲着 抓住夏天的尾巴 来一份西瓜冰 起起咬一下 再拿去冰镇 倒出来就是冰沙拉 五分钟到了 这个时候鸡蛋刚刚好 还是弹心的状态 加了虾麻刷 就要这个味儿 快速给你爱的人吃吧